我觉得要要求别人有道德的时候 最好是自己也能够割让同样的利益 而不是别人付出成本 自己却在旁边上接着理所担任 你可以用道德要求别人 但是你在说这些道德同时 你应该是口袋里掏出钱 说如果你有谴责别人的动机 却没有帮助别人的意愿 这样的谴责是没有意义的 你又不帮人家养孩子 然后你又要求说 你们不应该不要孩子 你应该把孩子生下来 这不是会话吗 如果你愿意帮人家养孩子 那另当别论子 你们又不想帮别人养孩子 又要求别人 地毕气的把孩子生下来 这到底有什么逻辑 总之任何道德 我们要意味着 实际上我们要求别人道德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求别人在支付成本 为这个社会买单 因为我们要求他道德 那就是要求他个人 为整个社会的风气买单 为了满足满足你的个人的 这个对社会的正义观 道德观 另外一个人 就得支付这个成本 不管他厌不厌 可是这样做合理吗 你看嘛 你又不帮别人养 然后你又要求别人不要寄养 你这是什么逻辑吗 都说不通呢 你要求别人不要吸毒 你至少也得告诉他 怎么样去戒毒吧 怎么样建立一个戒毒营吧 告诉他你只要去那个戒毒营 你愿老老实实的戒毒一两年 这两年呢 你什么也不用干 我把你养起来 国家就是这么要求 所有人遵循道德的 你没有能力 你没法个人戒毒 那么国家帮你强制戒毒 那么在这个强制戒毒的过程中呢 你的吃喝拉撒 你的意识助行呢 国家都帮你包起来 这才是真正的道德 我愿意为你花钱 我要求你别干坏事 的前提是我愿意为你支出这个成本 社会成本 你又不给别人支出社会成本 然后你又要别人承担损失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个杀人这个事情是这样子 他已经触犯法力了 国家法力会惩治他 你根本不用去接触 也不用去管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法力 不管杀人这件事情 我们在讨论的很多事情呢 之所以是道德呢 是因为很多的道德行为啊 他不伤害到任何人 他只是一个内部小牵纸的几个人的事情 他不涉及到整个社会系统 他不是杀人这种行为 杀人是如果人去杀人的 就是会让所有的人感到人人自危 如果说允许了这种人杀人的行为 那么所有的人都会感到不安 但是呢 相反呢 如果我们允许一个女孩子堕胎呢 整个社会是不会不安的 这是他的个人选择 个人行为 虽然在有些国家法力里面呢 认为堕胎是很不好的事情 不允许堕胎 但是在我们国家里面呢 堕胎这种事情呢 大家会默认允许 就是个道德问题 这就是一个个人可以处理的问题 不涉及到冲击整个社会的秩序 我觉得你这个言量不言量 属于道德思义 就是我们言量不言量个人 那属于个人的排断范围 他不需要借助这个国家机器 来完成这件事情 你要不要言量某个人 那是你个人的心灵的决定 你不需要借助国家机器或者机构 或者是其他人的帮助 来决定自己 要不要原谅某个人 那就是你心里的想法而已 那是你心里的心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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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